要成为一位太空人必须要通过千锤百炼 而要成为一位女性太空人就更不简单了 我们都知道男女的体能在先天上是有落差的 但是太空严格的环境可不会谦让女性 也就是说女太空人必须要接受和男性太空人完全一样的魔鬼训练 这挑战肯定是更巨大更痛苦的 接下来就带您来看看现代嫦娥的飞天之路 航天员刘洋 他就是大陆第一位女太空人刘洋 从飞行员到太空人靠着坚定的意志力 在激烈的选拔竞争中脱颖而出 离星期一分钟转四十三圈时速一百公里 里面的受训者必须承受八个G的力量 相当于体重八倍压力 压力大到连男人都会脸部扭曲眼泪狂飙 真正让刘洋恐惧的是在这张转椅上坐上十五分钟 挑战耐力与极限 五分钟好像是我的一个极限点 就是当她抱四分钟过去之后 突然间浑身就开始冒汗 然后心里有这种就像晕车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觉 大陆女太空人万中选一 外在条件比选美还严苛 除了要有洁白无暇的牙齿 连巴痕 脚剪 触牙和体位都是筛选门槛 这是太空人版的大怒神冲击塔 用来模拟返回地球时的猛烈撞击 搭上专用训练机从十万米高空向下俯冲 才能模拟出太空的真空环境 让太空人体验无重力漂浮 除了飞天还得下水 身体绑上千块抵消足力 在十米深的水底带上四到六个钟头 训练完全回上南太空人 每一项其实都是在向人的生命期限挑战 其实我们也会难受 也会觉得不舒服 也会就是很难受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要坚持 体能训练是家常便饭 女太空人还得要学会各种求生技能 才能在降落出状况时 在海面上或是荒郊野地自保 也只有通过这些严酷的训练 现代嫦娥们才有机会 飞到九霄云外征服太空秘境 培养一个女太空人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像我到航天城采访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这个台湾呢 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 也去过太空人 一起来参与精彩的航天任务 你呢 你认为未来两岸在航太领域 有没有什么合作的机会 哪些项目的合作性 它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的在人航天事业 是开放和透明的 我们也非常非常地愿意 和我们的台湾同胞 共同分享航天领域的成果和经验 为我们和平利用太空 造福全人类 做出积极的贡献 也很期待 既然说到台湾 我就要问一问 你对台湾印象如何呢 那么我知道你在太空的时候呢 还特别锁定 宝岛神游了一下 跟我们分享分享 听过了很多台湾的经典歌曲 也看过了有关台湾的纪录片 像日月潭的碧波 阿里山的神木 还有肯定蔚蓝的大海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很遗憾啊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去过 但是在太空飞行的时候 我还专门地寻找过 而且找到了我们的宝岛台湾 我觉得它就像 镶嵌在我们蓝色海洋上的 一颗绿色的翡翠 真的是很美很美 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去 好 欢迎亚萍 有机会到台湾来玩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帮两岸的年轻朋友来发问 对于那些怀抱有太空梦想 想要往这条道路前进的 年轻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 我想告诉他们的是 梦想就像宇宙中的星辰 看似遥不可及 但只要你努力 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希望他们能勇于有梦 敢于追梦 勤于有梦 也祝愿大家都有美好的人生梦想 都有美好的未来 请相信有梦就有未来 梦想加努力 就一定能够成功 也希望他们成功 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勇于追梦的王雅 大平终于圆梦成了太空人 他说拼搏的人生最美 却也感叹 飞天之路虽然辉煌 但无比艰辛 的确在镜头前风光的女太空人们 平常必须与航天基地为家 在她们的生活当中 没有逛街血拼 只有不断地挑战身心极限的训练 也希望大家看到 嫦娥飞天无比荣耀的时刻 也能够体会她们的牺牲与付出 今天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我们下次见